印度网友问,美国怎么没有感觉到印度的威胁? 旅途中的人生。印度自从建国以后到现在,经济发展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在国外的强国排序中,美国、俄罗斯、中国基本保持在前三,而印度也不错排在中国之后处在第四名。 印度的现在化城市。 这样的成绩的却不错,加上很多印度网友认为印度必然会成为未来的超级强国,这就让他们对自己的实力有些过于自信了。 印度网友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没有像中国和俄罗斯那样受到印度的威胁? 也许这个印度网友特别想得到美国对印度实力的认可,但各国网友的评论几乎一致地认为,美国之所以没有感觉到印度的威胁,是因为印度实力还是太弱了。看住网友的答案真是扎心。 印度的阅兵秀。印度vs美国谁引令印度网友扎心的回答。 来自德国的网友说,到目前为止,印度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军事实力来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任何利益,但这一点几乎肯定会改变。 随住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印度人将因为窃取美国就业机会而受到指责。 来自英国叫托马斯萨瑟兰的网友说,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从来不怕日本。 因为印度完全被西方阵营渗透和控制,印度已经成为一个被击败的国家,在西方匍匐前进,在其营地中服役,无法找到自由意志,并被当作对抗中国的工具。 美国网友罗文德古伦说,首先印度是一个活跃的民主国家并和美国站在一起,然后印度的实力要威胁美国还远远不够,当印度国力仅次于美国的时候,有可能会威胁到美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